真正要陪着一位长者老去 是需要专业的培训才可以的 欢迎收听老板有话说 你好我是Tommy泽伟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人口老龄化这个课题 它其实是很多国家正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来说说看马来西亚 从数据上看呢 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呢 将会占据总人口的7%以上 这个数据意味着是符合国际上对老龄化社会的常规定义的 到了2044年 预计有14%的人口会超过65岁 就会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老年社会了 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大马照护专业协会秘书长 洪新岩博士Melody来聊一聊马来西亚社会老龄化 还有怎么样去照顾这些老人家的课题 哈喽你好我是Melody洪新岩 2019年你是成立了大马照护专业协会 其实到底这个组织它的整体的运营方针啊 还有目的是什么呢 刚才你提了这些数据 其实你认为马来西亚有多少的人是知道这个数据的 我在还没有做功课的时候我真的不懂 是的是的 所以其实知道这个数据 知道说马来西亚已经成为一个老龄化国家的人非常的少 那准备好养老的人会更加的少 我们在2019年创办了这个非盈利非政府非宗教的这个组织呢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整个马来西亚其实现在很多人 当他们需要到照护的时候他们是很不知所措的 他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到正确的这些养老或者适合他们的这些养老服务 所以我们的这个协会呢就是在建立着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给予马来西亚人啊 长者他们需要这个服务 这个对比吧 我们对比马来西亚和日本 那马来西亚呢 当他们在看这个养老的时候 对这个东西的了解有多大 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空间需要去做啦 当我们跟别人谈说养老你做好准备的时候 通常他们不是轻描淡写就是不要谈 所以大家都是很狼狈的成为一个照护人员 或者很狼狈的去寻找这个照护服务 那当一个人开始关注这个养老的这个课题的时候 往往都是因为他的家里出现了需要照顾的一位长者 他们才去学 对 而这种时候呢 其实已经是没有什么时间去准备了 那这种重担呢 其实会落在谁身上 根据我们协会看到的啦 很多时候是落在妇女的身上 那其实妇女当她需要照顾自己的父母的时候 可能妇母七十多岁 她就五十多岁 在职场上工作的人 他们是达到事业的顶峰的 可是这种时候呢 他们就为了要照顾家里爱的这个人 他们就要放掉自己的事业 全职的去照顾这个人 而且是在完全没有受过培训的情况下去照顾这个人 所以你想象一下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如果他没有受过任何培训的话会怎样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哎呀没有受过培训不要紧的嘛 在马来西亚有93%的照护人员 是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 可是其实没有受过专业培训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本身会受伤 你照顾的那位长者也是会受伤 所以我们很多学生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 他们如果有照护经验的 已经是被通啦 这边通啦 那边通啦 因为不正确的技巧去做 如果我们来看日本的话 日本现在已经有30%的人是65岁以上了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比我们更长寿 比我们更快乐 对吧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照护理念跟马来西亚是不同的 他们的这个照护理念呢 我们叫开国借户 这个借户其实它的最主要的不同 就是他会把这个尊严还回给长者 让长者自立资源 就代表说长者如果可以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让他继续去做 那我们看马来西亚 尤其是华人 我们讲究这个孝导 我很爱你 我就会为你做一些事情啦 其实这种爱 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好的 可是慢慢的时候 如果因为长者什么东西都不做的时候 他会开始肌肉萎缩啦 他会开始功能衰退啦 在日本呢 长者还能够做的东西 我们让他们去做 我们给一个例子啦 如果说一个人中风 右边没有什么例的话 在马来西亚帮你穿衣服 就会怎样 帮你穿哦 对吗 真的真的 抬起来你的手还是怎么样 你都中风了 我怎么可能还叫你自己去做东西呢 我当然是帮你穿衣服咯 那我帮你穿着穿着穿着过后 你左边一直没有用 其实你左边是没有问题 可是你因为你一直没有用的情况下呢 你慢慢左手会没有力 你慢慢很多东西就做不到 在日本呢 就不同 如果说你的右手不能的话 照护人员会鼓励你 让你用左手去帮你的右手穿衣服 那如果你的左手不能 因为你要帮右手嘛 所以他们才来帮你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介护 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 他才介入来帮助你 这个是马来西亚 还没有的一个东西 长者上train 你站起来 你给他做 你会被骂的哦 原因是因为他还可以自立 你为什么要帮他 而马来西亚 很多的这些长者的概念就是 很多那种受害者的这种mindset 其实这种东西会让他们越来越糟糕 他们的情况 那如果照护人员是有受过正确的这种 开口的培训的话 他就知道说他要照顾一个长者的方式 不是没日没夜 一直去帮这个长者做一切事情 你做不久的 你一定会累 很多我们的学生 有时会到那种精神崩溃的那种情况 才来学习 永远太迟了啦 那如果你会这种正确的照护方式的话 你跟你照护那个人 其实有点像搭档这样 他能做你让他做 他不能做的你帮他做 然后你鼓励他 慢慢呢 他其实会更自立 更独立 更有尊严的老去 就是因为我们需要非常多的平台 去给予这个省觉的活动 所以我们跟不同的州政府啊 跟私人街啊 甚至大学啊 都有举办不同的这些省觉活动 去给大众知道 其实真正的照护概念是怎样的 其实你不知道要怎样照护 真正要陪着一位长者老去 是需要专业的培训才可以的 你们有自己经营的这个照护中心 他的这个方式是跟外面的不一样 Wumbang Amina Wenmo Amina 这一间中心呢 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是去支援他 还有去认可他里面的这些理念啊 去支持他这样子 如果我们看现在市场上的一些养老中心 可能里面都是用外劳 要不然的话 就是他的人是没有受过培训的 那在这个Wenmo Amina呢 至少我们可以比较自信的去讲 他100%都是本地的人 而且全部都受过我们的这个开国培训 那我们最近做了一个调查 我们就问我们这些长者 你喜欢我们的center什么东西啊 这一个长者 他其实之前是不什么能够走动的 可能也没有人去鼓励他走动 他现在可以走了 另外一个呢 他从另外一个center 他说之前他弄倒谁的时候 他很怕被骂的 他惶恐啊 可是在这边如果他弄倒呢 我们的照护人会帮他处理 会make sure他自己没有弄湿 这种就让他觉得讲 其实他真的有被照顾到 那另外一个呢 是当我们问他 Aunty你喜欢这边什么东西 他就指他身边的这一位照护人员 他讲那我喜欢他咯 因为他像儿子这样子来照顾我咯 其实这一位学生呢 他现在应该18岁还是19岁而已 他是受我们这里的培训过后 在那里做实习 也过后会在那边工作的一个小朋友 其实他是一位孤儿 他没有钱来上这种课程 所以我们也给予他这种 全免的这种方式去上课 也是有一些人资助啦 给这些没有能力读书的小朋友 进到这个养老行业来接受培训 我现在的养老行业来接受了